我非常感动 也非常的喜乐 这个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机会 那这机会很难得 就是当你到家园 遇上了圣心中学 就击出火花 击出爱火花 那这个爱的火花 能够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刚才我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在我当中来产生了 我非常高兴 那我跟两个机会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在十多年前 我们家一教区 在家一市家一县 或者是与一县这边成立的时候 我们马上想到 要为青年的学址来服务 教育是最重要的 可是五十多年前的教育资源 各方面都还是非常差的 可是五天中就好像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也有志 我们要办非常好的学校 也感谢天府的教育 我们正心中学 就在云林县这个地方 一直到现在都是最好的学校 我们日文是最好的学校 因为不只是功课 我们教育的孩子都是滴滴流离的 而且是我们很有爱心 而且是很有气质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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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很高兴的就是 我们领导家一人 领导家一人 也是我们家一教区所办的 所以我们就很注意到 这个社会上呢 年轻人需要教育 年老的人也需要照顾的 可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人 有一些朋友是身心障碍的 因为每次每一个都像我 可爱的同学 这么幸福的 可是身心障碍的人 的一些弟兄姐妹也需要照顾啊 所以我们家一教区 我们就开始了 所以 刚才已经有一个介绍了 我要问各位 一个思想让我们 听了你们后呢 会很大的记忆 这个福明道神父 我们明道家园 就是纪念那个神父 那个福明道神父 请问这个福明道神父 他是哪一国人呢 他是台湾人吗 是东东人吗是不是 不是 是哪一国人呢 瑞士 瑞士人 所以你想想看 八十几岁的瑞士人 瑞士神父 看到我们自己的 我们台湾 或者就是我们的同胞 有身心障碍 本来会一般的人 很多人 我眼前 我头一转 我看到 我没有看到就过去了 可是 当他遇到了 这个身心障碍的 这些弟兄姐妹以后呢 他产生了那个美丽的心 我要为他们 办一个 就是 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圣经教育 在圣经道家里 就是这样 那 就这样子 那个动情 那个一向 那个爱 就高兴了 身心障碍的人 可以看到的 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那个身心障碍的人 他会高兴 会对其乐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障碍 可是 他高高兴性的 真的不简单 那 身心障碍的人 他高兴了以后呢 上帝天使他们都高兴了 今天 天使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 那 他们高兴是什么原因 因为看到这一群 有爱心的同学们 因为看到你的努力 你们的支持嘛 你不出现在他们面前啊 所以就看到了 这么多有爱心的 同学们哦 你愿意支持 那你也愿意陪伴他们 他们很高兴啊 刚才看到他们 然后说不出头 脚也都来了 那 真的 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 要暂时给 我们的民道教育 其中选择的努力努力啊 来 同学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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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我们 其实讲起来 我们 天徒序的祈求 天徒酱 每一位 希望 自己去毕业以后 我们相信 自己的孩子 都会有很光明的前途 当你有光明前途的时候 你不要光只是想到自己 你还是想到 我们有一些社会责任 因为有些人 不是像我们那样幸福的 我们身经障碍的地图别人 也是需要我们换华的帮忙的 好 我去年也以我们家里教区的 主教的身份 我要谢谢各位 当然一方面是 谢谢 我们一到家里的院长 以及老师们 你们为孩子们 也做一个很好的教育 带到这边来 跟我们的正经中学的 老师孩子们 一起来结合 那 也很谢谢 我们的正经中学 我们的校长 主任以及老师们 你们陪伴着孩子们 陪伴着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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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关注一些 爱心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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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 今天集团 五万块 圈顶 女道家园 我们欢迎我们 请我们校长 还有院长 还有主教 我们校长 接下来 接下来 表演到表演 演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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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